新年星期下 但是在开年第一天就发生如此之大的天灾 恐看来 有些事还是要少做 哈喽大家好 189 最近的日本 不仅有地震之外 昨天的机场还发生了碰撞的火灾 对吧 那当然这个事情又引发了小粉拍手叫好 那昨天也分享过一些 小粉丝嘲讽地震天灾这种状况对吧 而中国海南的一位电视台主播 他也拍片嘲讽日本 结果今天就被停止了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新年星期下 但是在开年第一天就发生如此之大的天灾 恐怕2024年全年 整个日本都会笼罩在一层阴郁的乌云之下 看来有些事还是要少做 河雾水也不该排海 希望在日同胞平安无事 我没有看到他的点赞数是19.8万 不少 他因为发了这个影片被停止了对吧 结果小粉丝基本上都是发文在痛骂当地电视台的决定 并且声援这位主播 带大家来看一些小粉丝声援这个主播的留言 说实话也要挨骂吗 赶紧抓内鬼吧 赶紧抓汉奸的意思 没事的 只是停职过几天就升职 这种事业单位如果只是停职的话 那就是在保护他 排放河污水的包一把 到底是谁没有良知和底线 讲这些话的网友 甘肃地震你捐了多少吗 不心疼自己同胞 倒是有空去同情曾经的侵略者 笨就是报应 毕竟是工作人物事实是这样 但不能当众说 甘肃地震S了105个同胞怎么定义 你看嘛这个IP来自美国 所以基本上除了他 其他都是小粉红 破坏自然环境 地球的自卫模式开启了 说的没毛病啊 我不觉得人家说这个话有什么错 即便没有幸灾乐祸 也没有鼓励大家庆祝 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哪有什么不当之处啊 大实话没毛病 网民可以口骸 但作为主持人还是要谨慎 前车之鉴啊 但是更搞笑的是什么 胡锡进发文 也反对了这位电视主播 他说什么呢 普通的民众表达这些观点 释放一些情绪是可以随意一点的 但是有公职身份的人 或是公众人物就不能这样做 我觉得啊 这个电视台主持人 应该要有这个觉悟跟把控力 舆论上有为日本灾难叫好的声音 那是舆论生态的一部分 但公众人物不应该把自己夹在其中 确实嘛 你自己心之所想 或是心之所愿 跟你面对当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 你讲话就尽量不要去失言 台湾的公众人物也是一样啊 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是一样好 但是呢 大家知道吗 胡锡进自己在2023年的8月25号 发文说什么呢 这个时候骂一句日本 朝天前发生了5.8级的地震 一点都不过分 搞不搞笑 胡锡进虽然从这个环球时报退役 但你还是个公众人物嘛 对不对 所以啊 真的是 昨天胡锡进 明日胡锡退 其实啊 在这种状况 中共的决定是很正常的啊 可见现在中国政府 不想要带头公开的反日 所以你最好别乱讲话 让民间去讲就可以了 所以停职确实也只是做表面 给欧美日韩这些国家来看说 哎 你看我国家政府单位 我国家的电视台 有党支部电视台 还是有一定的把控能力啊 乱只是民间在乱 而事实上 这位主持人确实过段时间 他可能会复职 或是转为其他部门去工作 那当然有些小粉会说 你看中国发生天灾的时候啊 什么台湾人 日本人 韩国人是怎么嘲笑咱的 讲这句话 就是在玩资讯战 我们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 大部分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那我们都知道 到中国发生天灾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人 台湾的日本人 是批判中国政府的倒卖物资 就力不灾 或是把天灾又搞成人祸 像去年的 咒咒罢粥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嘛 你明明可以提前放水 你却故意在 大风大雨的时候放水 结果有了这个前车之鉴 下一个台风来的时候 你又在东北 同时间放水 那郑州水灾也是嘛 你故意在暴雨的时候泄吼 你却不提前泄吼 我们大部分的人 骂的都是这个 当然我们更多人骂的是 我们以前对中国的捐款 对吧 对中国的善意 但换来的却是 谁理你啊 谁在乎你们台湾啊 一堆的粉红 对台湾 对日本 对欧美是各种的叫骂 而事实上 台湾确实有人 会上纲上线的骂 是全体中国人的报应 是中国人活该 但这个比例 在台湾的社会氛围 是非常少数 有 但真的是很少数 所以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 我都是讲一个国家 它的社会氛围 跟大部分 这个网路上的舆论 但反观 你们对欧美日韩 台湾的天灾嘲笑 是少部分吗 要确定是少部分 这是不可同日而允的吧 所以你不能拿 你们的大部分 对比我们的小部分 那不一样的 我们就要对比的都是 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的风气 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 日本发生地震 都应该非常高兴 幸灾乐祸啊 不单是历史上的恩怨 更是日本人厚言无耻的 为真诚道歉 更是现在现实的仇恨 没有所谓的真诚道歉 是你们中共 让他这么做的 交换代价是什么 你们日本承认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支持我们的一中 对这是你们提的交换条件 而日本之后也有惭愧 所以他说 那我无息贷款给你们 至今你们的贷款还没还完 奇怪了 毛泽东对你们的文革道歉了吗 他对你们的大饥荒道歉了吗 你们怎么不敢追究 你们还把他供在北京 是由统计数据支持的 全世界最仇恨中国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不会无缘无故的 去仇恨哪个国家 哦是这样子哦 不管哪个国家发生了天灾 中国人都会幸灾人祸 类似日本印度外蒙 这种反法西斯的国家例外 中国人做不到这么高尚 哪是中国发生什么天灾 这些纳粹国家不是兴高采烈的 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经很高了 我们不主动去仇恨别人 都是班运多了 大家知道外网纳粹这么仇恃我们 而我们也礼尚往来 不好意思 礼尚往来的是我们不是你 你要不要去发现一下 你国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 仇日仇美仇台 你们从1949年 尤其是仇美 这个你们约传多久 你好意思说别人先仇视你们 你要确定你有这种脸说 里面还说什么 除了日本印度蒙古国 这种反华的法西斯国家例外 我拜托一下 什么叫做法西斯 你们小粉懂吗 法西斯大致上简单来说 是民众对国家的领导人 有政治实权的人 对他的个人崇拜 注重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 我请问一下 上述的国家 日本印度蒙古国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如今哪个更符合 这个定义 日本首相是不是动不动就换 日本是不是有民选 是不是有不同的党给你选 不要跟我扯日本天皇 这种没有政治实权的人 民众对国家领导人 有政治实权的人的个人崇拜 是谁啊 是谁三连论啊 是在网路上骂他一下 都要被抓了 是谁啊 注重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 这不再说你当今圣上吗 上个月圣上去广西摸了一个甘蔗 结果被一堆小粉弄成网红打卡景点 都把那个甘蔗园摸到变光滑面了 你去中国街上看 是不是都是那种民主自由法治 然后共产党的各种标语宣传 对不对 你好意思说人家是法西斯 当欧美日韩台湾发生天灾的时候 小粉弄哪是不嘲笑哪是不仇恨 你看过欧美日韩台湾之间 这些国家发生天灾的时候 我们彼此嘲笑吗 所以到底谁才是天天爱搞斗争仇恨的人 是你们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指标 其中一点就是搞阶级斗争 这也是你们党的规定 也是你们圣上多次公开露脸拍的影片 说过的话 要勇于斗争 善于斗争 对吧 不要跟我说没有 搞笑的是什么 斗争这个词当时是西方阶级固化 国王是国王 贵族是贵族 平民是平民教师是教师 这个我讲过了 因为阶级真的不流通 所以才有斗争这种概念 请问一下 中国人民真的敢去跟中国共产党斗争吗 以前中国共产党是平民阶层的时候 你往上斗争斗地主 等到你变成上层了 你又要底层之间互害互批斗 你把这个斗争的定义完全搞错了 你们赵家人敢把自己拖出来 给小粉红斗地主吗 还有暖心的是什么 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篇贴文底下的留言 一个正常的人 和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是挺难兼容的 如果这叫做正常 我可以不当中国人 我不是正常的中国人 谢谢 那就当我不是吧 所以啊 还是有相对来说清醒的中国网友 一位拥有加拿大永居 枫叶卡 妻女在加拿大 定居生活 花了15900块人民币叫小姐 被诈骗的爱国小粉红 他在网路上就造谣啊 说什么日本京都救援队啊 在事发后的6个小时啊 晚上的9点多才派出救援队到日本的石川线 但是所谓的中国台湾省队 在下午6点58分啊 表示即可出发日本石川救灾 来讽刺我们舔日 那我跟你说啊 很多欧美国家在第一时间都有对日本表示 我可以提供援助 而他们故意造谣去骗不懂日文的小粉红 日本京都的救援队伍是分三批啊 他故意说第二批的时间 而这个时间他还说错 第一批京都命令啊 在5点半就发出来 救援队6点半出发 京都跟石川相摆 120 130公里 他故意说我们台湾比日本更关心 日本 而第二个京都救援队8点发出通知 日本石川线下午4点10分发生了地震 百里外的京都救援队5点半就下命令了 请问今天的河北发生天灾 北京跟天津的救援队会第一时间到场吗 他们又愿意出多少力帮助呢 在小粉红眼里就是飞黑几百 你反共不捐钱给中国 你就是舔美舔日 不好意思这不叫做舔 这叫做普世家 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嘲讽甘肃当地人民活该 我什么时候发文说甘肃地震 是2023年年尾最好的告别礼物 我跟你讲 你或许在台湾人的一些版面上 你可能看得到有人真的在嘲讽甘肃地震 但是我说的是大部分嘛 比如说中国那时候微博啊 抖音我一打开 10条里面有9条就在庆祝日本 这个是在讲比例啊 台湾你根本10条 你找不到9条8条 都是在单纯嘲讽甘肃人民活该的地 因为这是极少部分 对不对 小粉红在世界上秀的下线 最终会回到自己身上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因为你说了这句话 天灾会故意找上门 不对 而是天灾不巧发生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一个朋友也没有 我们最大的善意就是不嘲笑 不捐款 其他都没有了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我不信计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白小小姐 拜